中共军队朝鲁武器曝光 被指控侵犯人权 专家 中共若武力犯台失败 不只是习近平会消失 中国男子撞连马斯克 网友 走失的双胞胎 台湾军队战力升级 快速不雷挺 可阻敌军登岛 日前 美国商务部宣布 再对34家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 其中 中共军方控制的企业及研究所 被指控使用生物科技研发 脑空武器 此举不仅侵犯人权 还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害 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 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生物科技和药学发展可以挽救生命 但不幸的是 中共选择用这些技术来监控并压迫其少数民族与宗教群体 据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早前披露 中共当局对脑控技术的研究起码长达20多年 军方 科研部门和高校等单位均有参与 近年来 有大量中国民众实名披露自己是脑控实验的受害者 一名叫姚多杰的男子就是其中的一位 十年53岁的姚多杰 是中国安徽省淮南市人 现居广东深圳 他在受访中披露 自己从2007年11月起 察觉自己被脑控 当时他正在深圳一家五星级酒店任保安部经理 并因工作需要长期住在酒店客房 他说 一开始我在房间上网 听到有人议论我 说 你看 他要泡茶喝了 他又做什么做什么了 我就觉得是不是酒店在我房间安监控 我说不可能呀 但是这种声音越来越频繁 甚至我想什么都能讲出来 我就有点恐惧了 到处找声音来源找不到 姚多杰接收到的炉内传音还带有方向感 让他误以为声音从隔壁房间或门外传来 但当他鼓起勇气把门打开 外面却一个人也没有 然后他查看监控 发现监控里也没有拍摄到人 他说 我现在明白 这是语音生物电波 向我大脑发射语音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当时的错觉就以为是真人在我面前 然后他们晚上讲我坏话 骂我 我就开着窗户 开着门骂他 好像他们就躲在墙外骂我一样 我冲过去找他们却找不到 与此同时 他还受到影像干扰 眼睛一闭上就看到各种逼真的影像 像真人真事一样 但睁开眼睛就没有了 除了语音 影像骚扰 他还被不断收入 兴奋 悲伤 恐惧等情绪 导致他几乎24小时都睡不着觉 有一次 姚杜杰听到炉内传音说 哎 他还不知道他被脑控了 于是他立即就上网搜索 才发现原来中国已经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受害者 而且国家官方媒体也报道过脑控武器的存在 他分析 这种脑控武器的试验肯定是中共高层批准的 现在官方已经公开承认有脑控武器这种东西存在 只是不承认在拿老百姓做脑控武器试验而已 姚多杰指出 这种科技一旦公开应用的话 那民众就是末偶 新型的奴隶就会开始产生 2018年 中共军报 解放军报曾发表一篇题为 未来战争或将从脑皮层打响 脑控武器一针一换有点悬的文章 文章中宣扬 有些国家脑控武器的雏形已经出现 将来一旦技术发展成熟 或许会在未来战争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2019年 中共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院 在为一项基于脑电信号采集的虚拟现实交互方法 及装置申请专利时声称 该发明基于非侵入式脑电采集电极 采集操作人员的脑电信号 并将对方的行为意图编码后输出至主机 主机发出控制指令 控制虚拟现实设备 与实验对象进行交互 美国国防大学期刊在2020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 中共正通过研究认知科学和生物科技来增强军事实力 而治脑权和治治权是中共军方的一大重要发展方向 美国联邦众议院参与院先后通过2022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建议美国防部邀台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 并呼吁制定计划协助台湾强化不对称防卫能力 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年代向前看》中表示 现在不知道五角大楼会不会执行建议 考虑到屈演是两年一次 明年将是一个关键指标 不过 仅仅是美国国会提出建议的本身 就已经让中共官媒按捺不住 央视日前讽刺说 台湾军力不够 无法接受邀请 不过 美国这份国防授权法案也提出 其他帮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的措施 包括提高预算 用来为美国在印太地区 与中共的战略竞争 提供资金等 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前组长赵一祥在华氏节目中 分析说 今天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失败的话 不是只有习近平消失 而是整个共产党会消失 他不能通融任何可能出错的机会 美国最核心利益是增加中共犯台的风险与代价 赵一祥总结 美国目前的三个重点分别是 第一是强化台湾的自我国防 这是最关键的部分 其措施包括持续让美台的军事交流 与军事训练变得更紧密 第二是让中方在考虑武力犯台时 无法忽略美国这个因素 必须把美国会协防算进去 这将会令代价与风险相对大幅增加 第三 中共也必须把理念相近国家的因素也算进去 包括澳洲 日本等 这也会增加中共武力犯台的复杂度 时评员周晓辉曾指出 中共如果真的攻打台湾的话 会加快中共灭亡的速度 因为从军力看 中共与美军在诸多方面实力差距巨大 即便中共军队占据先期 但结局绝不会乐观 至于北京 若想动用核武 那一定要先掂量掂量自己 是否能承受美国的核打击和雷霆行动 能否承受美国的斩首行动 而毫无疑问 北京攻打台湾 也将引起大陆民怨沸腾的社会的更多反抗 内部早已分崩离析的中共 未必不会迎来新的政变 近日 一名中国男子因长相酷似 刚刚当选时代周刊 2021年度人物的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引发网友热议 据悉 这名网友一开始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随后 这段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迅速爆红 视频中 一名男子站在一辆黑色汽车旁边盯着镜头 这名男子除了发型与马斯克不一样外 五官脸型的确神似 有网友调侃 这是不是马斯克走失的双胞胎兄弟 还有网友称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为亚裔埃隆马斯克 而一些华人网友则干脆叫他马赛克或者中国分客 有外国网友惊讶表示 如果不是因为他说的流利的中文 差点认为他真的是马斯克了 还有网友怀疑这个人会不会人脸解锁马斯克的手机 不过 也有国外网友怀疑是不是用了迪普费克换脸工具 该工具可以将一张脸放在别人的身体上 后来 这位马斯克直接上传了一段完整的视频 目前 视频中的男子依旧不断在网上发布视频 自称是马斯克的小谜弟 还开了直播 成立了马斯克粉丝会 但从他的账号也能看出 才刚刚注册不足一个月 有视频定位显示 在河北省邯郸市 但他的具体身份尚未确定 也不知道今后他是否就要走时尚模仿秀的道路 前不久 埃隆·马斯克荣登2021年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周三 马斯克又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21年年度人物 马斯克目前是世界首富 特斯拉市值约1兆美元 超越福特和通用汽车的总和 据军文社报道 台湾海军国舰国造计划之一的四艘快速步雷艇 即第一 第二艇交艇后 第三艇和第四艇也于16日正式交船 在当天举行的交船典礼上 海军司令刘志斌上将致辞时表示 台湾因地理环境原因 必须强化不对称作战的兵力 快速步雷艇能快速完成敌军航经海域 博地或港口的步雷作业 能阻止持续敌人登岛 是国军防卫固守重层嚇阻的可施战力 他强调 国防建设工作非一蹴可击 这次能顺利交停 证明推动国防自主政策 能为产业经济成长及创新技术提供养分 也能为台湾开创出提升国军战力 强化研发能量及带动产业发展的三营局面 中央社报道称 国舰国造可称是台湾重要的海军战力 国防部在2016至2019年分别启动潜舰国造 新一代飞弹 巡防舰等7项造舰计划 并规划在2021年至2029年期间 依据7项造舰计划达到7型共71艘舰艇的交舰目标 根据台湾国防部去年3月提交立法院的预算书 海军2017年至2021年共编列新台币 9亿1777万元筹舰4艘快速不雷艇 目的就是为强化水面快速不雷能力 提高敌方航度威胁 据了解 首艘快速不雷艇 于去年3月6日在龙德造船厂二场下水 开始进行椅装工程 同年8月4日 海军于龙德造船五场举办 快速不雷艇手艇下水 即第二艇安隆典礼 并于8月20日进行快速不雷艇手艇的首次尝试 该艇于12月15日举行交艇典礼 艇上配备的国造自动不雷系统也首次曝光 快速不雷艇拥有世界顶级台湾自行研发的自动不雷系统 透过导航定位后 能在短时间内在航道上布下水雷 阻挡敌舰进出和登陆 是国军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 一路 一路 感谢观看